一星期来我都希望你的生命得到突破 对不对 我需要你的家庭得到突破 我需要你的生意 你的经济 你的身体状况得到突破 你要找到突破的时候 就觉得你要找到原因 所以我们常看见问题的时候 我们常找很多出路 有一些人选择找风水 有一些人选择找问神 问人 用方法 用策略 但是你会发觉到一些事情 就觉得我们越做好像越糟糕 越做越打劫 越做越不顺利 越做越碰巧钉子 原因在哪里 同学们 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找到答案 你的生命是怎么样造成的 上帝怎么样创造你的生命 使你从他的创造里面找到一个答案 为什么你的问题这么大 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 今天我要告诉你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也是所有问题的起头 就是你的灵命 大家说灵命 灵命 什么是灵命 灵命就是上帝给你的那个灵里面的生命 这个生命就是接受上帝的自福 以上帝沟通 还有就是上帝在掌管整个身体的主要一个媒介 叫灵命 弟兄姐妹 我们要找到问题的根源的时候 我们必须回到圣经 因为圣经能找到所有的答案 打开圣经 创世纪第二章 创世纪第二章七到八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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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注意这几个字 将生气吹在他地口里 他就成了 大家一起说 有灵的佛人 再来一次 有灵的佛人 名叫亚当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 立了一个园子 把所造的人安住 在那里 必须祷告 阿爸天父我求求你 开我的弟兄姐妹的眼睛 让你的儿女能听到我们的圣灵 从今天开始 他们的圣灵翻转过来 就临出满我们 那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活过来 然后可以供应荣耀的圣灵 谢谢你去祷告 我们耶稣基督得圣灵群 你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你看到你的被造的情况 上帝怎么样造人的整个过程 那上帝第一个部分呢 他就把泥土做成一个人的形状 然后耶和华上帝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吹一口气 吹一口 他从他里面出来的气 进入闭口里面 这个人呢就开始有灵 然后这个人就活过来 他就成为一个活的人 你如果不相信这件事情 你可以找别人谈 OK 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发生 因为我们像神 神造了他的形象造人 我们不是动物 我们是人 而且是有灵的活人 当那个灵进入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他开始活过来 他开始可以说话 可以做事 可以走路 可以想东西 整个生命都活过来 成为一个活的人 那对不起呢 当在灵吹在灵命的时候 我们天生有灵命 这个灵命就是很特别 这个灵命是动物没有的 只有人才有的 这个灵命呢 在你生命里面呢 如果不解决不完全不满足的话呢 你的生命永远满足不到的 而且你的生活为一套无途 而且你在寻找 一直在寻找好像缺了什么东西 总是找不着 答案 我给你看一个图画 你知道吗 看 人当上帝吹口去的时候 是由三方面而组成 成为一个人 我证明给你看 第一就是灵 第二就是魂 第三就是体 所以呢 我们称为灵魂体 成为一个人 对不对 人死了灵魂离开生命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人的里面 有三样特殊的生命 第一就是灵魂 第二就是魂 第三就是体 什么是灵呢 灵就是上帝吹气 跟你他交通 然后这个灵魂呢 就是上帝赐福说话 给你意志 给你以他集合的时候 你得到充满灵里面 开始得到他的满足 你看 还有信耶稣的人 总是去找神 对不对 拜了槟城的 在拜北海的 北海拜了去 去打拜 去打拜 去打拜了不够远 去泰国拜 拜很多人去地利宾拜 去迷拜 把所有的神都借来家里 那这百多位神呢 还觉得好像少了几位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整天都是 把所有的整个东西 散播都穿在身边 但是还是好像少了什么东西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你的灵魂里面虚空 大家说虚空 虚空 一个人去信了耶稣之后 一个人 他拜耶稣 他不太需要了 他满足了 他家改变了 生命改变了 身体改变了 整个精神也改变了 性情也改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灵魂满足 大家说满足 满足 这个灵魂 找到他的主人 就是上帝 因为这口气 是上帝吹进去的 必须找回那个主人 他的生命就活过来 Amen 第一个部分叫魂体 大家说魂 魂 这个魂什么 就是你的情感 你的感觉 你的理智 你的知识 这些没有看到 不过感觉得到了 OK 到这里面 你看 不过有魂合体 但是没有灵 当你养一个一只狗 这狗你爱他的时候 他会感觉到你的爱 当你看到眼睛你回来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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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他感觉到你的爱 他也爱你 这就是他魂的方面 魂的方面的反应 Amen 明白吗 佣姐妹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几只猴子 Botek Garden 他们商量之后 觉得说我们需要一个老公 所以几只猴子 弄一头见一个老公 每个早上 他挤三四只猴子 拿着一只箱子刻 你有没有看到 一些猴子 就想到我们今天不顺 不如我们请神一下 其中一只猴子 没有的 就是人做的 因为人懂得找神 因为他的灵的部分需要 大家说灵的部分 他需要 狗不需要 猴子不需要 因为他只有魂和体 他没有灵 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然后跟前面我们再看一个图 圣经讲到一种人叫属灵人 什么是属灵人呢 就是他的灵里面很强壮 他常跟上帝结合 然后这个灵呢 已经找到他的主人 他吸收他的主人 说的话以能力赐福 所以他变成一个属灵的人 由他的灵来掌管他的体 他的魂和他的体的时候 这个人很特别 这个人就改变 你会看到 这个人不随便乱发脾气 他发了脾气他会知错 这个人呢 本来是好赌好色的 但是呢 他因为信了耶稣 他的灵满足了 他变成不好色 懂得爱家庭 懂得生命改变 懂得去付出 懂得做正经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魂就是在感觉的情绪 他受控制 受什么控制 就是受灵来控制 这个灵呢 就受上帝的控制 找到他主人 他的生命又开始改变 这就是基督文 所谓的属灵人 另外一种呢 我们来看 圣经里又有一句话说 叫做属肉体 或者属血气 大家说属血气 属血气 英文叫fleshman 那这个属血气的灵呢 就跟我们以前没有两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整个生命 是由我们的魂来主导的 就是说 滑血的火 他叫滑血的火 滑血就是一种灵的感觉 对不对 灵喜欢什么 就做什么 滑血的火 对不对 对方姐妹 当一个人被魂来主导 他的灵魂体的时候 他就做出很多事情 他滑血的打火 不过他已经有家庭了 因为滑血的火 不然惯了 他就找那个女人 然后变成婚姻问题 这个人如果贪心 他的情感 他的魂里面的感觉 贪心 他就在滑血的火 去赌博 结果他十位大飞 陷入困境里面 变成一个潦倒人 如果这个人脾气很坏 不过他随意发脾气 会不会混的感觉呢 常常有暴力的倾向 暴力的状况 很自然 他的家庭出问题 他的儿里出问题 他的后代出问题 你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 这个叫俗血气的人 对不起妹 所以我就告诉你一个原因 你要找出你的问题的根源 你必须回到圣经里面 看到你哪里出问题 很多的问题产生 不在问题里面 而是有一个根源的 你常因为问题去找出 处理你的问题 但是你不知道 你的问题从哪里产生 问题就在你的灵里面产生 因为你的灵有问题 所以就产生了 你的魂和体面 所带出的那种反应 造成很多的后果 今天我要讲几个故事里面 看到那灵里面 如果是改变的话 封出的话 他会成为怎样的人 第一段经过来看 《创世纪》第六章一至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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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当上帝造理人了之后 人开始犯罪 犯罪以后呢 地中的谋杀案就产生了 因为这是罪的果子 你看到圣经第三章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该杀了亚伯 三章的示范 OK 然后当该杀了亚伯以后 亚当又生了一个儿子 叫赛特 那时候人还有敬拜神 果该因为犯的罪被感触离开了 他的那个后意呢 都充满着恶行 这个情况底下 来到第六章的时候 就记载一件事情 人变得越来越血气 越来越不属灵 看到经文了 圣经这里记载说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 又生女儿的时候 神的儿子们 就是赛特的后裔 看见人的女子们美貌 就随意挑选起来为妻 那这个情况在描述什么呢 人变了 从一个属灵人 越来越血气 从一个灵掌管魂的那种体系 变成魂掌管灵的体系 人喜欢就不理上帝说什么 人喜欢就随便乱做 人喜欢就可以犯罪 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就产生一个后果 我们来看 圣经这里说 耶和华说 人即属血气 看到吗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眼面 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一百二十年 你看 本来人的祝福是长久的 但是因为开始属血血气 人就有了寄限 大家说寄限 各位姐妹 如果你不处理你的灵的问题 我告诉你 各位姐妹 你不能走得很远 如果你突破你的属灵生命 你就可以走得远路 大家说走得远路 走得远路 很奇妙吧 一个基督徒来的状况 他开始生命改变 他开始领受祝福 但是他总是 一直想要血气的东西 我告诉你 这种多人走不远 他到了程度 程度会跌回去了 别在哪里呢 因为本来上帝已经 帮助他的灵成长 要掌管他的魂的时候 他却因为一些某种原因 使他的魂越来越扩大 再次掌管回他的灵命的时候 各位姐妹 这种情况产生的时候 他就有了季限 他的岁数 他祝福的年龄 他的关系 全部都有季限 各位姐妹 这时候的人 有120年 就看到接下来指的120年 是什么的 挪亚时代 挪亚时代 挪亚时代上 一栋洪洪水灭了第一次的人类 只剩下挪亚一家 原来人 开始输血气的时候 就越来越饿 越来越痒 各位姐妹 今天为什么你一直找不到门路 一直找不到出路 想到好多办法 总是走不出来 很多人去找方法 用很多的方式 很多的策略 他是走不出来 原因不在那个问题 在那个问题的根源 反正我告诉你的时候 你走不到出路的时候 来找神的人 却改变了 来找神的人 却突破了 当年灵集到神的灵的时候 就好像你的插头 插进那个电头里面 我问你 你买了一粒45千的电视机 那个里面的构造 里面的所有的那个 那个科技 非常的卓业 我问你 那里电视机如果没有插电 可以用吗 虽然你买了四十五千 但是没有电 这粒45千的电视机 一文不字 就等于我们的生命 你虽然有很多好处的东西 你什么都有 但是你是失去了 这一位灵的主人 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永远出现 一些问题不能解决的 卡在那边 到最后你会发现盼望的 我到底做什么 我走到这么多路 到底做什么 为什么我感觉不到行呢 我感觉不到平安 我现在追到我以前没有的东西 已经追到老多了 但是我心里面总是不够 为什么东西还是那么乱 还是我的家庭 还是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我自己也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为什么还要吃药 原因在哪里 不是你没有东西 你把所有东西都转来了 但是你失去的 就是你的灵的宝足 你失去的 就是你与上帝的关系 就是你的灵 找回的创造灵 给灵的那个主人 所以你的生命空洞 虚空 你做不严 有很多戒毒的东西没有 他们什么都没有了 以前是大生意人的 倒得一塌糊涂 现在还玩着债 我看到 他在抱着他的手说 我们很幸福 我们比我们有钱的时候 更加幸福 感觉到爱 反正我喜欢这个日子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丈夫的灵 开始找到主人 由这个主人掌管他的灵 滋润他的灵 保住他的灵的时候 他的灵强大的时候 这个灵就控制着他的魂 这个魂没有乱来 开始懂得去爱 懂得去付出 懂得做对的事情 他的灵 他的体表现出来的时候 他的家人就得到 所以他这个家人幸福起来 虽然很多东西他已经失去了 就是他产业啊 汽车啊大物质都失去了 但是这家是幸福的家人 为什么 因为他的灵突破了 他中而言 我们来看 出埃及记 第31章 第1至5节 当你的灵突破的时候 你的灵找到出路的时候 突破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看看 出埃及记 Exodas 31 1-5 拽子第31章 1-5 这里说 耶华小义摩西说 看了 犹大支派中 护耳的孙子 忽利的儿子 以撒猎 我已经提他的灵招他 我也以他的灵 以我的灵充满了他 使他有什么 大家说 智慧 有什么 聪明 有什么 只是能做各样的工 能享受小工 你们觉得 你看到这段经文的特别吗 当一个人啊 开始 以主的灵结合的时候 他一开始产生一种叫 恩高能力 智慧聪明 他去做了那些 之前 不懂得做的事情 而且他你会发现 他手所做 脚手行 成功 蒙福亨通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 指示他的 你看 我有一个玛丹丘的姐妹 我有一个姐妹 这个女的 其实读书不多的 你看她讲话 都在一起 而且很粗俗那种 家里也很贫穷 这种他信耶稣 一直祷告 祭耶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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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能够能够经济 付出钱 比我那么辛苦 很辛苦 家里面很穷 跟他出屋子什么 后来呢 圣灵就感动他 他开始做蛋糕 这个人会做蛋糕的 而且他做的蛋糕 是很普遍的 最出名的 最出名的是 比干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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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比干坡 有很多老招牌 整条街啊 都是比干坡 他这个新手去做 不过 他做了一件事情 自己到了没有做 他祷告给他面粉 祷告给他店 每天早上就 便宜祷告 便宜祷告 就这样子做 做了 每一件事情 他竟然跟 那个老招牌的 生意啊 平等 越来越好 我吃了 比干坡的时候 和吃那个 那个老招牌的 比干坡 确实 我必须做的 这个老招牌的比干坡 真的比他好吃 我自己觉得 但是他的生意竟然 可以跟老招牌一起 那个 这个美安安很出名的 一间的表演叫阿独格拉恩典 就是他的 我的一个姐妹 他生意复苏起来 为什么 他有恩高能力 智慧聪明 这是他什么能力 他有了上帝 他变成什么都会 什么都有 阿们 你如果什么都会 做什么东西 做不出来 那这边你需要什么 其实不是你没有知识 不是经济问题 也不是市场不好 我告诉你 灵处的问题 你找到这位上帝的时候 你的灵的问题解决 你开始动什么 起什么 阿们 走到哪里 活到哪里 动什么 什么东西都活不来 这就是上帝所说的 居上不居下 做头 不做尾 凡你所做的 敬斗顺利 对不对 当你 找到这位 灵的主人的时候 阿们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为什么 还在找出 今天 为什么不常常是 找一找神 我们的上帝 看你的生命怎么改变 今天我要告诉你 我们这些做的基督徒 每一个 因为上帝而改变 Amen 来我们来看 当你找到上帝的时候 神灵充满你的时候 你就出现在一种情况 就是做得顺利 大家说做得顺利 做得顺利 感谢主 当神灵充满你的时候 你的生命要突破 要改变 你的灵的问题解决 突破 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上的问题 就开始了突破解决 最后呢 我再给你一个人 这个人名叫叶瑟 这个人名叫叶瑟 大家从圣经人都知道 他被一个法老王 在历史记载里面 看中了他 为什么呢 因为法老王看见他生命里面 有一个很特别 别人没有的地方 我们来看 超世纪第41章38到41节 超世纪第41章38到41节 这里圣经记来说 法老王对神父说 像这样子的人 有神的灵在他里头 我们岂能找着呢 法老对耶稣说 神即将这事 只是你可见没有人 像你这样有聪明之位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法老王看中这个人 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做了一个梦 这个耶稣呢 上帝启示他 让他为法老王解梦 这些法老 这个法老 所有的猛事 都没有办法跟他解梦 只有耶稣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神 大家说他有神 他有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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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生命有指示 我告诉你 当你的灵一通的时候 你开始想不通的 大家说想不通的 想不通的 为什么你一直想不通 我已经做了好多 因为你找错了地方 你试试看 找对地方 我问你 如果你生病 你会找谁 你神 如果你车外 会找谁 Magnical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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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这种情况 你车外 你哪里车找医生 对不对 他乔外那种 对不对 不会这样做 然后你生病 你找Magnical 然后就当卡槽了 不能 你车外 找Magnical 你身体外 找医生 你生命外 你应该找创造生命的嘛 就圣经告诉你的生命怎么来的 那就是生命的源头 灵的源头 他把那口气吹进你的闭口里面 使你成为有灵的活人 他就是生命的源头 你生命外 你应该去找生命的源头 而不是找其他注入 为什么你找这么起来 为什么不能解决 因为你就是找错路 当这个人 开始有神的灵的同在 他什么都想得通 他做起事 人家看到 黑色的人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 处理了他的灵 他是一个圣洁的人 离开罪恶的人 遵行上帝的话语的人 他的生命 常以耶稣结合的祷告 各位姐妹 同样的 如果你要找到出力 出路的话 不再去找出路 找策略 反而是时候 在你找不到出路的时候 后钉子的时候 跪下来祷告 跪下来读你的圣经 什么都不做 就亲近了神 可能那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灵的部分 出了问题 所以其他问题 还没有被容服 没有祝福 当你回到主的里面的时候 你的灵开始通达的时候 你的灵开始掌管那个魂的时候 上帝诸之润你的灵力 使你饱足丰盛的时候 你会看到 那些问题 在你没有解决的情况底下 自动解决 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上帝 是给你超过你所求 所想的 眼未曾看见 耳未曾听到 心未曾想到的事情 发生在你生命里面 阿们 所以 你要你的生活改变 你要你的家庭改变 经济改变 社会改变 先突破你的灵力 当你突破灵力的时候 你们姐妹 你就走得远 当然是走得远 走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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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得懂 想得懂 还是不然他电话